商用不動產市場戰火 隨著內科跟南軟發展飽和 逐漸轉往北投士林 科學園區 攤開前五大買方 總共投入了超過210億購置土地 企業總部也跟著遷徙到北市科 身為台北市最後一塊重劃區 珍貴之處不言而喻 集中結合北市科園區 關渡平原開發 生態涉子島 新城的北市科園廊帶 主導著大台北未來20年的發展願景 北市科它總開發面積在906公頃上下 那它等於是新一計畫區的五倍大 所以它有很大的副地可以去打造 那現在最流行的像AI 生技 醫療 甚至很多的這種5G 6G未來的一個發展 最大的機會就在北市科這個區塊 只是企業要想進駐北市科 辦公空間大多只租不賣 IBC環球企業總部就為在北市科園區 跟關渡科學園區的之間 60米大夜路燙金門牌 成為大台北科技郎帶的核心地段 企業在評估選址 首重的就是交通條件了 距離捷運起源佔150公尺 不只員工上下班同勤便利 還能快速串聯中美快速道路 大幅增加物流商流的交通便利性 它早期的一個方案成熟 所以它對外的交通比如說 它要上中美也好或是上未來的 成德大道銜接甚至未來的北側道路 銜接到台北港甚至未來的空港 其實它是這裡剛好是一個樞紐區 IPC環球企業總部 27層樓高的指標建築 就位在大夜路第一排 能夠遠眺整片的關渡平原 視野遼闊 心曠神怡 很多企業主來看到這裡都覺得 哇 超棒的 原因是什麼 它名堂很開闊 後面有一個很棒的陽明山系的靠山 前面又是雙和交回 所以遇待環邀的一個概念 其實坐在這裡的一個視野 一定會越做越好 我有很棒的教育廳 或是一個會議中心 甚至我在二樓設立一些泳池 我們把這個空間 做在很高的樓層 目的就是讓你看出去的視野 有別於一般的一些 廠商辦的一個大樓 所以把這個定位成 企業總部是最棒的 基地面積將近1300坪 打造挑高10米氣派門廳 室內坪數規劃也十分彈性 160坪到8000坪的一個 魔術空間的規劃 SRC加SC鋼股建築 請到日商大零組營造 外觀更找來 國際知名建築團隊操刀 外觀就是名片 就是A大使這家設計公司 所打造出來 它在世界各地 都打造一些地標建築 然後會因地去打造 這樣的一個建築 比如說這裡有山 這裡有水 這裡有綠衣 它會把這些元素 加注在我的整個一個建築外觀 在雙客園區塊 這也是A大使第一個案子 隨著北市企業總部稀缺 IBC環球企業總部 相比北市傳統商辦聚落 價格條件更有優勢 企業進駐 租不如買 比如說華固跟那個 鄭大林農要打造的這種 台北市第三大的任務辦公圈 我想產業一定要有一種 我講GETCH 那一種大家聚集在一起 那我想聚集在一起 那產業才會有互相的一個交流 在台北市你要買純三半 動輒150、160 那在這個區塊 你等於我一樣的一瓶 我再可以換到兩瓶或三瓶 更大的空間 我想CP值更高 北市科源廊帶核心 大業路第一排 生活機能交通樞紐 更勝北市科 成為企業總部進駐的關鍵聚落